格力乔格力乔 不好了不好了 赛罗被送进医院了 医生说 让你赶紧去医院 看赛罗最后一面 你说什么 怎么回事 赛罗哥哥早上走的时候 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进医院了 下午的时候 我们正在和赛罗训练 可是赛罗却突然昏倒在地 医生说赛罗是训练强度太大 身体已经支撑不住 格力乔 你赶紧先去医院看下赛罗吧 赛罗哥哥 人家告诉我你突然倒地 你怎么那么傻 为什么要那么辛苦的训练 乔妹妹 对不起 我想让我自己更强大一点 来保护你 所以我拼命训练 现在我可能无法陪你走下去 你以后一定要保重自己 要按时吃饭 天冷了 要及时加衣服 赛罗哥哥 你一定会没事的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去问问医生 看有什么办法能救你 医生 我离不开我的赛罗哥哥 他走了我也活不下去 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我的赛罗哥哥吗 办法是有的 但是要看你们能不能做到 在哪儿我都可以的 只要能救过赛罗哥哥 你快告诉我医生 只要你去人间收集光 还有红色能量 这样就可以救活赛罗 时间有限 你要抓紧时间 好 我现在就去 你们会不会给赛罗哥哥哥 光哥红色能量呢 我好怀念我们之前在一起的时光